整个城市感觉都是空的 来到这个博物馆看大卫像还要排这么久 对啊 而且大家都是已经在网上买过票的 这个博物馆是现在已经完全没有现场收票 这个大博物馆是在公公的房屋 nas Bondo 然后让银河路上走 哇好 Magnific 很多年前我一个人来意大利的罗马 专门来看古罗马古希腊的古典雕塑 其实当时我心里就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想找到什么是我感受中的最好的人体美的定义 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古典雕塑 一直到今天我都还是这么认为 这个雕塑的内涵非常有意思 我们能看到三个小孩 其中最左边被压在下面的是美德 然后中间这个躺着的睡在美德是上的 是堕落与邪恶 或者说邪恶 然后正中间坐着 手指向上的是爱 这个雕塑的标题是love, wise and wisdom 爱,堕落与智慧 实际上是象征着我们所处的世界的一个状态 美德被堕落压制 但整体的一切由爱之称 又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广场来结束今天的vlog 佛罗伦萨真的是很美 真是有水 因此是准备的 看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